出席公托開幕活動 柯文哲坐台下 看小朋友表演表情專注 但一聽到格特曼三個字 連上笑容立刻看不見 如果你不道歉 我就告你 而且保證跨國告到底 这个我很清楚的说明 我柯文哲从来没有到 没有带病人到大陆去仲介器官 这没有做过 格特曼大动作召开跨国记者会 却连柯文哲到底做了什么 都交代不清 整场进程会通通是疑问句 独独被问到柯文哲 是不是Liar才敢大声说是 一只骗子让柯文哲真的怒了 面对争议收赐做出具体动作 法律是喊你提告毁谤 选举当然有攻函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打得这么低级 垃圾不分蓝绿之类 再三强调没有到大陆器官移植 自己飞骗各国亲自教学叶克模技术 如今选举倒数再成对手攻击议题 让柯文哲气到再飙垃圾不分蓝绿 但卫福部也有动作 四年前话题冷饭热炒 卫福部宣在选前敏感时机 重新调查器官移植登陆 不排除年底前提出报告 柯文哲深陷风波 面对蓝绿夹杀越战越勇 接着黄明君我文宣 SNG小组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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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